好 早晨 歡迎來到放空洞的時侯 為甚麼你有咪 為甚麼 那些動篤笑的都是有咪 但其實它有無視咪 是嗎 動篤笑的即是假的 應該是用來救命咪 即是Night Show 外國的Night Show 它有咪 坐在中間 但其實它們是夾咪 好像我們也很帥 你叫它們夾咪 它們像是Kenny Kenny不是這樣 Kenny是綁在這裡 因為它們沒有穿衣服 可以 第一次在新的studio做節目 為Tara K System 而生的一個studio 我覺得 而且這樣渣泥 這件事是在報奧運 哦 是的 你是李克勤 我是方力生 我是葉船 你是葉船 林尚義 那些人有沙沙培著 那就是新的studio 放鬥的時候 那它們突然想起 要說甚麼呢 思考了題目 然後有些事都要處理了 不如現在開會談 談公務 談公務 整個團隊在這裡談公務 那它們談甚麼呢 就是我們應該 又要出產品 如果你們一邊看 我想V總一定會覺得 就是我不是很情願做這件事 但當年 即是二十多年前 就下了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不值錢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頻道 有3500個訂閱者 超級少 我想說 別人一萬就已經過了 應該會笑我們 對 有3千多年 可能是慶祝的 這個不是慶祝 雖然我心不甘情不願 又真的爬升得很慢 又沒有心地去做 很多想令這個show做得好 不是沒有心做節目 是沒有心令它發得很大 為甚麼不敢做呢 就現場版告訴大家 算了 跨下這個海口成學 就說 如果有3500就出T 好了 現在問題是甚麼 就是 原來那條show也挺快到的 我們是開心的 應該是 對 然後就是加點拍手 整天放煙花 爆發 我們說得非常不開心 其實最初的數很慢 最初慢到是一個兩個 其實是預算的 因為你在YouTube世界 你散發了 就會越升越快 一定是 那個曲線一定是向曲線上 但近來是很快 因為最初那時候 我說有3500就出T 那時候應該是2000多 2500嗎 二中 我記得二中 我記得二中 然後我們還私底下說 那甚麼時候會到呢 我還說 應該是下年 我還說應該是新年 大約預算新年 應該是八月七八月之類 就想著新年後就到了 哦 是呀 我記得你還很不想 不要搞甚麼年宵 等等 我記得 是呀 我記得 懶了 但近來的數據都很快 但其實觀看數差了 其實觀看數就全地球 YouTube的觀看數都差了 是嗎 都下跌了 如果尤其… 我看見MIRROR也百多萬 一個星期 MIRROR不是YouTuber MIRROR唱歌 但她有東西放在YouTube 但她不是YouTuber OK 對呀 你適合我 那意思是很Bang哥 否則 那個就挺鼓舞 所以都要想怎樣處理 對應的性樂 唉… 是的 我有幾項要想的 首先就是不喜歡出T 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那個賣相很煩 其實這個不是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是阿豬、阿狗都出T 現在出T很廉價 容易 很容易的 當然是因為製作的公司很好 因為我之前也找他們幫忙 其實真的很好,很容易配合 又很容易做,又很便宜 即使… 不是,小批量都願意做 現在是… 我想是技術的問題 用電腦印的技術很好 不是以前二十多年前 可以用電腦印的 我記得以前在潮流特區很流行 你也說烏話一點 是嗎… 即是烏黎明、烏龍珠 我以前就不記得三百多元 你也有,很昂貴 我小學的時候,所以很昂貴 在潮流特區那時候 是突然間再流行的 近代其實做數碼電腦印是很便宜的 以前真的可以買一張可以燙的紙 就在家裡… 家裡就行嗎 在燙雜片 但其實洗兩次就沒有 即使用來,可能應援就很好 如果擺二十多年前 就是穿一次就扔掉它 因為我不再喜歡那個明星 或者明星老了 我洗了兩次衣服,他已經老了 他已經成年了 已經成年了 他已經不是我性幻想對象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覺得OK 那件事是二十一件事 但也不要不尊重這件衣服 因為採棉的老公很慘 對,齊順不高興 所以就不想出席了 一直都有這個壓力 壓力就是要麼很漂亮 但坦白說,你可以漂亮到 令人覺得你很有誠意做 另外就是,我們又不是專業的設計師 或者藝術家 我又不覺得我可以做到甚麼 驚天蟹人的事 是的,我又不覺得可以做些甚麼 第一,我覺得有人拉低了市場 不喜歡做些那麼容易做到的事 不,就是我是拉低市場的 就算了 第二個實際的考慮就是 賣物的問題 我以前也做過 嘩,頂你這個肺 不同的馬數、女裝、顏色 每樣保留兩、三件事 因為那時候… 有很多個箱在那裡 對,我以前是貪玩JOT 還要是你先下訂貨 即是訂貨先,我預算了 預算了,預算了 好了,預算了馬數 然後我心想,每個晚上遇到兩件 那裡已經有十多件了 那你做顏色呢 顏色你只是黑白灰而已 三隻色 每個三隻兩件 我們頻道主要都是獨身的男士 你們也不會穿快 衣服你又不是陣伯祥 對吧 我那時候真的試過做三隻色 但白色又不特別 再試給你做多了 大、中、細、加大、女裝 五個尺寸 女裝只有一個尺寸 女裝只有一個尺寸 因為她的女裝細碼太小 她的女裝細碼是… 你有一點心口已經弄不住了 而且我們的女聽眾 每個心口都很大 是… 深胸廣闊 是… 賺太美了,所以只剩下三、兩個 是嗎? 很可憐 我們真的要努力一點 這樣就好像做了中碼 沒有記錯 已經保留了三、四十件在家 家裡的 我不是現在租了宿舍 放在宿舍也會生氣 最慘的是有些碼就爆了 八、九年前弄 起碼二十件才替你起一間貨 你第二天已經很難不齊 但OK,有錢賺,沒所謂 然後有件事令我超過一件事 就是你買了FRED的T 是 其實我不是借他 我想台灣的網紅出T 我猜他也是用這個方法出 一個就是FREE SIZE 一個就是FREE PLUS 你就是FREE SIZE 你穿就是男朋友T那種… 即是當HIP HOP DEO 2 男生有分馬 中和大,中大和加大 還有分嗎 男裝有分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 其實已經推出了一成幾個月 可能已經斷了馬 沒有特別女裝的 FREE SIZE FREE SIZE 那我就在想 不如這樣吧 出一個尺寸 可以嗎 其實我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 但人們不穿了 因為男生穿大一點 馬也不是太大問題 那如果穿緊身一點呢 緊身就很有問題 但有時可能… 但如果你出了大馬 穿得… 穿得有魚 我覺得他穿也有魚 有魚 而且你現在流行的 碎尺寸 他還是碎尺寸 到時我們可以選擇碎尺寸 再不然他就特別製作一件 那麼尊貴 好,我當成功了 然後又要想 印甚麼在上面 我先不說印甚麼在上面 那中間我就想欠債酒樓老闆 想拉閘拖掃 但又未收你錢 也不想那麼早拉閘 我有想過找東西代替他 是,就是半夜眉鉗了 半夜眉羹 等我去到3600元 好,那你就做兩轉吧 你不能這樣拖掃 你怎樣也要處理了3500元 3500元 我有想過重複這件事 就是出毛巾 我喜歡,我喜歡毛巾 對,首先不用處理尺寸 馬的問題 對,馬的問題 看來你怎樣也要用 有應援的味道 又可以做毛巾粗 對,我說毛巾粗 大家知道甚麼叫毛巾粗嗎 對,無聊,拉筋 我覺得毛巾很好的 再不然可以當其次 像是橫幅 橫幅 對,我們也談過 還想一出就是出真毛巾 真毛巾,不是眼鏡布 只要印布 印布 有一個小圈的線 可以擦臉 讓你勾到線 對…是橫幅粗 我很傾向上做 當然想吸納大家的意見 覺得是否… 毛巾也要收貨 我直接印橫幅粗 真的嗎 印更漂亮的顏色 然後的標誌很小 或是一個標誌 但也很貴 但它沒有一個應援 明天拿出來打架 就不知做甚麼 捉乾淨 到時印刷再印 大家又可以佔在枕頭上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小習慣 我會佔毛巾在枕頭上 即是當那條毛巾就是V種 不… 你可以印你的樣貌 兩邊 挺好的 都是這個相反 不錯 兩邊 然後有某些藍聽眾 就卷起一個圈 中間有個洞 糟糕 就可以… 你的頭印比較大 有個洞 可以抹底 你們想太多了 我們還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Toe Bag 其實我覺得Toe Bag 可以比較風格 對… 因為我看到這種 Toe Bag是很風格的 有層格、有分格 質料也很漂亮 而且袋形也有不同 對… 不過很快就有一句 彈出來說 男生還沒甚麼 對… 男生背不背 如果我背的 但背後會放棄 對…但我未見過你背Toe Bag 我明明未見過你 我前天拿Toe Bag 拿了一天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找不到家裡的鑰匙 我發脾氣 我換袋了 但其實Toe Bag 做一個更漂亮的Toe Bag Toe Bag會比Tee貴很多很多 都不敢想 而且做的量應該也不少 Toe Bag我想是難想的 我想問一下 大家是否喜歡 因為我們之前有想過 因為我們有很多明星級的聽眾 他們可能會上電視 周圍上節目那些 對…上電視問問你們說完了嗎 或是上去給一些YouTube頻道訪問 說你打J很厲害 你那個J很聰明 你打J很聰明 對… 還沒開光 很聰明 如果穿著我們的Toe Bag會否好呢 雖然著名YouTuber跟我們說了 其實會打架 如果是Logo就打架 但如果是別人不知道的圖案呢 對,這就是下一步我想想 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大大隻在胸口寫著 半夜未婚就不行 你看到那些大陸電視台 就甚麼都漏了 基本上如果你六十算電視 你只有一個iPhone那麼大 看見你要看的東西 其他都會漏了 小子有格子那些 是瘋狂的 當然YouTube頻道沒有那麼緊 或者你們去出席的場合 可能拍觀眾直拍到你的 即是表演得哭的那些 即是在台上唱歌的那些 對… 可能她是七人籃球那樣 就是做啦啦隊那個 脫衣服那些被人拍到 那也脫衣服嗎 可惜了 對,這樣吧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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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剛才的嘟嘟 這句沒有嘟嘟 沒有,直觀就是印了QR號碼上去 但QR號碼現在太難 我覺得QR號碼不漂亮 不漂亮,是濫、凹凸 也不是經常 我覺得人們會當作安心出行 這樣搗在胸口 我用QR號碼,你的意思是嗎 對… 然後… 不會被刮 例如蠟湯穿著,搗在胸口 應該我覺得不可以 但很難斷,因為蠟湯有些摺位 波辣 當然跟國大聽眾也是一樣 對,大哥也… 有些也是一樣 阿X 有些都… 對,QR號碼是沒辦法令它漂亮的 但怎樣令它大隱隱於T 我曾經看過,可否手畫一個QR號碼 會否更難害怕 會的…有可能的 其實現在坊間很多人做QR號碼 都做得好像好一點 好像想漂亮一點 例如遷就顏色,加一個標誌 有些是原點,有些是四方,有些不同 但你也看得出是QR號碼 沒錯,因為網上有JangQR號碼的網絡 我們也研究過 有些是怎樣呢 就是有QR號碼 然後圍著旁邊都是這些… 這些圖案 但我覺得也不算太… 好像曲化 太活動 我最近覺得有一個最活動的方法 就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Marvel的劇集 他有看Won… Wonder… Stirley Wonder 不是… Stirley Wonder,怎樣看東西 不是,整個粒著男人和老婆 整個粒著男人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 我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 然後老婆是女巫 Wonder Vision 對,Wonder Vision 對,簡稱Stirley Wonder Stirley Wonder 好彈琴 無論如何,他們很喜歡放彩蛋 對… 即是Marvel的劇集很喜歡放彩蛋 就有些QR號碼 例如月亮騎士之類 Stirley Wonder 例如有一集,我很記得 他就去迷你倉找東西 迷你倉就是QR號碼開鎖之類 每個門口都有QR號碼 只要你在劇集上寫了它 你把QR號碼 就原來回到某一期的漫畫 真的可以嗎? 這樣很有趣 我就有些想我們建設 知道可否有一個很大的景 畫了一個景 例如有人塗鴉了QR號碼 或者貼了一個招致 原來那就是可以去到 我們的PayPal連結 一個更大工程 要畫這塊東西 我覺得很有性格 想念才 但又不想很明顯地念才 念才是更重要的 有畫家可以幫忙嗎 希望可以想想怎樣處理這件事 如果可以處理 又可以埋蓋到一個膠曲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宣傳 又穿上身 高高興興地 你想想這個龐大的工程 做到一萬的訂閱員 我都未做起 不知道這集播出時 是否已經可以處理到 真的 另一件事是甚麼 另一件事 我曾經有內部答應過 就是一直保持著想出一些產品 送給微分級或以上的會員 過往是送一個蠟燭 有一個人送一個蠟燭 還有掛耳包 之前明總也送過咖啡 不過就要自己去拿 可能你不想見到江仔就沒辦法 他有女店員 我們不能這樣說 女店員 還有送了聖誕卡 我們是嗎 是呀 我們今年還送嗎 可以 說不說一次 手寫我們用A4字 對啦 對啦 都很好 到時現場 還給他們 都是那班而已 接著他們有些其他沒有來 你幫我還給他們 對呀 一回答 聖誕卡 生日卡 同樣卡 中秋卡 端午卡 餘蘭卡 Halloween卡 Halloween日日卡 你幫我還給你們 英雷王壽神 英雷王死忌 其實一直有一樣東西都想做 其實很久之前就已經想做 但一直都燈爛無造 就是出那些貼紙 貼紙 一卷拉出來 挺好的 至於安全那些 對呀 邪惡上司退散那些 正呀正呀 惡靈退散 正呀正呀正呀 又在想可以做甚麼 究竟是只出我們的頻道名字 還是有多些東西 還是我們以前出的金句 還是怎樣 我有想過把我們的金句印在Toeback 出的曾經想過 嗯 接著之後就聊一聊就變成了 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可以 真的可以進行 起碼大家都會信眾要求 想要You Know Needs 都很貼紙 拿著去賭場 拿著入馬會 我覺得大家都會搶購 這個應該會搶購 唉 那就想一下吧 我覺得怎樣也會有一個產品 因為信眾敲碗 狂敲碗 很多人都說 但我覺得You Know Needs 一定是萬人響應 一人落訂的人 我覺得我不會的 我覺得我們不會只一個 三個 做死我 浪費我的錢 我有想過把You Know Needs 放在Toeback上 簡直是一個時尚品牌出 挺好的 我們可以在You Know Needs 很大的幅度 然後有一小格 就是個QR Code 然後就把那段精華出來 沒甚麼所謂 吐甚麼都好 為何不問我有沒有所謂 那你自己公開 為何不問澳門賭博彩管理局 有沒有所謂 原來他們是這麼疏漏的 對於監管入場人士來說 他們只是這樣說 就是不需要你男人 唉 你有道理 我跟女伴去澳門 入賭場 是說英文的 然後她攔著 攔著殺身症 我便拿錢包 她說You Know Needs 這樣 我媽媽 我拿著500元泥馬 是蠔客來的 混蛋 You Know Needs 便宜那件貼紙 做來派都不太入獄 剩下就拿去賣 其實一直都是想 這件事更開心 它就好 回饋 回饋 各位的聽眾 因為你付錢 其實有甚麼懷疑 大阪的聽眾 這個世界 你付錢看來都是沉船 但是又過意不去 我們這些人 當作送小禮物 送給你們 應該下一期是貼紙 有空便會做 做個設計圖 便可以去貨做 應該是未分級的會員 你就會有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所以你們可以入會 持續入會 我們盡可能都給你們一些 可能遲些送到沒有 把家裡剩下不要的東西放進去 多多多 我想說個 是不是要錄個笑話 放在未分級出 開始 就是這樣 其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加入會員 訂閱 推介給別人 入Discord玩 像馬拉仔一樣 還有我覺得我們這些聽眾很有趣 每次有新的朋友 會當作外星人 很像那些中學生 不是 中學生都大 你新年文來的嗎 小學生圍著他 然後在轉 轉向他 笑他 嘩 你新來的 新來的 轉向他轉向他 他很好玩 在拖著手轉向他 不要讓他出來了 不要讓他出來了 我覺得很好笑 你們這些瘋狂 很笨 但無論如何,大家開心 入Discord玩也開心 對,追蹤社群 Facebook網站 多看我們的資訊 就是這樣 讓大家多讓海外朋友知道 香港朋友的狀況 對 比較寂寞 還有比較 我們現在的第一步 希望斯敏認識到我們 好… 然後他會否有一群 抽出我們這些無謂的笑話 出來笑 可能會覺得太弱 希望我們交流一下 我記得斑蘭丹 對,當然要寄一些咕嚕給你 我們現在的第一步計劃 就是認識斯敏 或是各界的網紅 我們歡迎各界的網絡紅 別人施捨我們和可憐我們 對…我們香港人很寂寞 對,很沉悶… 沒甚麼要做 神經病 香港的YouTuber多沉悶 沒甚麼要做 香港施政報告多沉悶 讓我先嘗試學習 對,讓我們先嘗試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之後放風冬再見 再見